嗨 大家好 我是妮可 大家好 我叫咪咪 今天我想要跟你們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實際自己一起做不辣的炒年糕 那因為咪咪她就是跟我講說她想吃年糕 但是前幾天我們就去加熱 是去全聯買那個年糕 就是一杯的這一種 我之前有吃過它的原味是不辣 那是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原因喔 我真的不知道 它那種不辣的就是已經真的找不到 我在很多間的全聯真的都沒有找到 那它一杯的話好像是五十幾塊吧 那我有上到蝦皮去看過 但賣家都會吃吃不悔 我想就算了 那我就直接到youtube上面去找 看有沒有做不辣的年糕 那真的就是youtube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資訊 那我就是隨便挑一個很簡單的做法 那我們就來做做看 雖然我很怕失敗 那你會怕嗎 我怕我吃不了 然後要吃了一點長年年 我是很怕失敗 但是沒關係沒有試過怎麼知道 那走吧 那我們進去我們的出範囉 掰掰 好像芝麻 隨便吃 拿出是這一吃 有什麼怕嗎 有什麼怕的 我怕 有一個呀 我怕 我怕 沒有 有什麼怕 你怕 你怕 你就怕 你怕 一匙 一匙 三匙 我幫我按了 我按了 我們照完那個影片這樣講 有一點味道臭臭的 那味道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好味 怪怪的 好棒 好像醬油放太多了 不是 因為整個都是 那現在的話呢 就是在等水滾 在煮年糕 那我們使用年糕是這一個 我等下我會放上去原本 完整的包裝 它這個是中華一般的韓國年糕 但因為我沒有特別去找說 哪一個年糕 或是哪一間都會比較好吃 所以我就是 隨便挑一個 剛好就是上面就寫說 中華一般韓國年糕 那它不是進口的 就是中華豆腐煎製的 它上面有寫說 道地口感 Q彈有勁 煎炒炸風味十足 所以我就想說 那就是看吧 因為其他煎的 我都有看過 但是我沒有實際吃過 那我就先試試看這個 中華一般的韓國年糕 好吃的話我再跟你們大家講 那不好吃我就不知道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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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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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